小帅先提议三人一起玩游戏 输的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赢家 无论对方指定要做什么事情 输家都不许反抗和耍赖 可不知怎么女人运气竟十分好 第一次玩就赢了两年 这时女人让小帅搞个大冒险 给案内的女孩发信息深情报白 小帅听到女人说的话后十分不情愿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尴尬 最后女人妥协了 没有再抢求小帅 可两人干了一杯后开始胡言乱饮 女人说自己曾经杀过人 而死者是他曾经的男友 杀完人后他还分尸了 可等女人外出回来后 发现有关男友的一切都不见了 就连尸体也不翼而飞 女人描述的会声会色 给小帅吓得差点吐了出来 随后跑出家门要透透气 小帅走后女人也去了卫生间 哪知胖子这个黑心肠的镜尾随女人 还在卫生间对女人动手动脚 女人长得漂亮身材又好 怎么可能相中一无是处的胖子 女人死死挣扎想要挣脱胖子束缚 可这时两人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 于是立马出去查看 胖子像想到什么事的来到楼上 却发现会长静不见了 事情实在太恐怖了 胖子拿起掉瓶架冲了出去 而女人也害怕的跟在他身后 就在两人小心翼翼的向前走时 客厅中的灯突然吸引 下一秒会长就扑到胖子身上 还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眼见胖子就要被会长杀死 女人拿起花瓶砸在会长头上 可会长转身就冲着女人来了 还想被女人的脖子来一口 幸亏小帅突然出现将会长打晕 这才化解了危机 小帅见会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生怕自己杀了人 便来到他身旁查看伤势 哪知意识不查 竟被突然清醒的会长拂抖 然后罩着他的脖子眼翼 最后胖子出手了 他用绳子死死地勒着会长脖子 直到他窒息而亡 三个人此时十分慌乱 就怕会长死了他们便杀人犯 女人见事太不妙想要逃离别墅 却被小帅和胖子拦下了 既然事情是三个人一起经历的 那就必须几人同时善吼 不然谁的心理都不会放心 万一谁走出别墅将此事宣扬出去 那他们就完蛋了 至此三人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几人将会长抬回了床上 然后想接下来应该如何善吼 可随后女人就发现这座别墅中竟然有监控存在 就在他万分懊恼恐慌时 一个全身黑衣的男人在监控中 发现了会长死亡的事情 便来到别墅质问胖子 可这时小帅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黑衣男立马跑去找小帅 谁料尽看到会长在撕咬小帅 黑衣男为了救人失手捅了会长 在黑衣男的一顿神操作下 成功让他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四个人全部成为了杀人犯 既然几人现在立场一致 便开始商议如何摆脱嫌疑 最后黑衣男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打算找个毁尸穴迹的专家 来助几人一臂之力 还说这种事情花钱就能解决 完全不用自己亲自出手 专家两个小时以后就会到 黑衣男让三人安分守己 随后便离开了别墅 这里面心眼最多的就是胖子 他来这里本身就抱有目的 因为这座别墅里有价值连城的钻石 只要得到他后半辈子便可高枕无忧 胖子将此事告知了女人 然后引诱女人帮助自己 让女人搭讪小帅拖延时间 他则去寻找钻石的下落 可他找了好久却一无所获 最后只能暂时终止计划 而另一边的黑衣男 此时正和一个与会长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吃饭 原来会长有个双胞胎弟弟 弟弟蛇蝎心肠见会长家财万贯 先是将他弄成不死人囚禁起来 然后顶替了他的身份夺得财产 弟弟召见黑衣男也是因为钻石 黑衣男接到指令后随后赶往别墅 胖子和女人想在黑衣男回来请 将钻石找到据为己有 但时间紧迫还迟迟找不到 只能找小帅加入计划 小帅的父亲破产后自杀了 所以此时的他家徒四壁 得知有钻石在这里 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 得知胖子曾见过一个没有锁孔的房间 小帅便用工具将门砸开了 哪知走近后竟真的看到保险箱 可几人没有办法做指纹认证 所以只能切开会长的手指 一个个地去做密码识别 几人试了一共九次可每次都失败了 直到他们想是最后一个试 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到访 而这个人就是黑衣男口中的专家 几人装作没事人的样子 将专家带到会长床边 专家打开白布却发现是老熟人 他悲伤得不能自已 竟直接对着会长哭了起来 专家冷静了一会后 给几人讲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会长曾在专家最困难的时候 点了他莫大的鼓舞和帮助 是专家生命中的贵人 而会长不仅有权有势 还在教会中担任会长一职 有一天会长找到专家 说自己现在必须死了才能活 需要专家的帮助 最后专家杀了教会中的一个虔诚信徒 然后用他的尸体假冒成了会长 可说着说着胖子便感觉到不对劲 因为专家在描述那具尸体时 所描述的样貌和特征 竟和自己的母亲一模一样 胖子这才知道母亲是被专家和会长杀害了 但胖子当下并未声张 而是打算找到机会再出手 没想到专家业务能力很强 却是个碎嘴子 他说自从和会长熟悉后生意就越来越好 随后还提起印象比较深的御事碎事案 死者是个郊区的小老板 明明有家庭儿子却喜欢上一个拜金妮 不仅被耍得团团转还被女人杀害了 最后还被伪装成自杀的样子 在专家的详细描述下 小帅和女人此时的内心都很惊慌 因为他们一个正是拜金妮 一个正是死者的亲生儿子 大战一触即发 三人此时都各怀鬼胎 胖子率先出动 一把将专家压在沙发上 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质问他为什么杀了自己的妈妈 就在小胖即将得手时 女人起身用手中瓶子将胖子砸晕 而随后专家就和女人撕打起来 专家教训完女人还不出气 竟还想拿毒药弄死地上奄奄一息的胖子 可专家最终没有选择毒药 跟手指在胖子手中 所以胖子暂时还不能死 于是女人拿起力气砸向专家 随后问胖子手指在哪里 可这时胖子却说根本没有钻石 两人气急大坏打斗起来 最终双双身受重伤倒在地上 而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的小帅 拿出专家记录案件的记事本 竟真的在上面发现了爸爸的名字 这时胖子拿出手指叫做小帅 提议两人一起去拿钻石 然后离开这里 可小帅并未理会他 而是拿着背包离开的阵 谁料刚到门口就遇到黑衣男 还被对方一剑刺到身上 黑衣男拿走胖子手中的钻石 打算打开保险箱拿走钻石 哪只会长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黑衣男转头看到的是锋利的药物 随后他便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而另一边的小帅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没死 原来小帅自从被会长养了之后 便和会长一样变成了活死人 小帅匆忙离开别墅后 新的男保姆又陆续来到别墅中 小帅匆忙离开